我疫情这三年都留在台湾过年 那疫情之前呢 有时候在台湾 有时候在泰国 台湾的农历年 我只感觉到我婆婆好忙哦 开始过年我婆婆就开始拜拜 她就准备东西 然后去拜好多好多好多的神 拜观音 拜土地公 拜什么神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忙啊 在台湾 那除夕夜 吃年月饭 除一 除二 除三 除四都在拜 每一天去拜的神明是不一样的 在台湾啊 每见面都是新年快乐 跟我们泰国表演不一样 泰国一见面就说 樱樱 樱樱是什么意思 发财的意思对不对 兴旺 对 兴旺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已 心想事成